墙上贴满纸贺和留言 许多关心科大周同学伤势 到医院探望的人 在墙上留下祝福和期待 不过周同学他再也看不到了 从星期一在停车场坠楼 他经历五天抢救 在星期五上午不治离世 科大学生会呼吁校方 一定要找出周同学坠楼真相 校长作为一个社会有地位有权力的人 我希望校长会用尽一切办法 去找出周同学出事的原因 甚至是追究回 为什么救护车会被警察阻碍了20分钟救护 而周同学离世的消息传回学校 科大的毕业典礼两度中断 全场师生站起身默哀时 校长忍不住落泪 周同学的离世再次点燃港人怒火 要求彻查黑警失控执法声浪再起 港人在中环遮打花园 再一次发起游行追究警报 并呼吁手足注意安全 继续抗争 大家都很明白 现在警察难过的情况有多严重 在前线的手足 一个又一个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的行动 他们都很快部署到 大家眼见个个都被人拘捕 所以我不希望大家 被和李飞拥抗死自己 香港人报仇是一个狠狠 而是真的做出来 变成一种心态 你只能按后按没有人 他不会天地下来帮你报仇 各个安党 新闻官员 游行开始前的整队已经有许多港人表情哀伤落泪 而现场警察和民众发声口角后 遭到愤怒的群众叫骂 柯大周同学的离世 世纪721元朗事件831太子镇警报 陈彦霖浮事案事件以及各地坠楼疑云后 再一次激起港人怒火的重大事件 周同学坠楼当天到底是为了躲催泪弹 还是遭到警方追赶引发冲突 外界都很疑惑 而外界更是指控警方刻意阻挠周同学送医救治 星期一救护员接获报案到底达现场 共花了19分钟 而周同学被发现坠楼后 总共花了54分钟才抵达医院 新唐人亚特电视王冠林 黄晏林香港台湾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